恐怖组织头目本拉登被击毙后 相当一部分中国年轻网民认为 本拉登是反美英雄死得可惜 而日本大地震2万多人死亡失踪 一些中国网民幸灾乐祸 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发酵 学者专家指出 这是被宣扬暴力仇恨的中共党文化洗脑的结果 中国愤青一带的人性和精神严重扭曲 10年前纽约911恐怖袭击发生时 中国许多凤青曾在校园内欢呼雀跃 认为是美国最有应得 这次本拉登被美国击毙 在中国青年人中也引起了不同的反响 中央电视台军事频道总监张新公开说 拉登是阿拉伯世界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英雄 引起网上许多呼声要求他道歉和辞职 但也有声音对他表示支持 凤凰网的调查显示 投票的近50万网友中 约60%选择了伤心 因为一名反美斗士倒下了 香港中国问题分析员李重光向德国之声表示 中国一部分年轻网民的这一倾向 用中国学者袁伟实的话来说 就是吃狼奶长大的 在中共长期片面的意识形态灌输下 对西方一味的仇视多过客观的分析 在当年的六四镇压中 被解放军坦克碾断双腿的前北京学生方正指出 在中共暴力文化的毒害下 部分中国人的精神已经产生异化 方正指出 这对整个民族都是一种灾难 导致中国各种恶性案件不断发生 杨嘉欣是西安音乐学院钢琴系大三学生 去年10月 他开着私家车撞到一个女性农民工 因为担心他记下自己的车牌号 杨嘉欣连捅对方八刀 导致对方死亡 之后逃跑再次撞伤两个行人 时事评论员魏普表示 杨嘉欣是被中共只要爱国教育 不要公民教育的沙子文化所坑害 北京市要求中小学生向党齐国旗宣誓 永远爱党爱国 就是典型的沙子文化 是一种沙子行为 时事评论家张天亮说 很多人把这个爱党和爱国爱民族混在一块 这是一种民族主义中的党文化的因素 中国的民族主义的话 他很大程度上现在党文化建立在恨上 北京博客作家 英德义发表的文章说 日本大地震 万千人死亡 一部分喝狼奶长大的中国年轻人 又一次不出意料的恍惚雀跃了 这就是党教育的成果 当一个社会不是以爱作为它前进的重力 不是以对人的关心 对人的互相之间的怜悯 而是以一种赤裸裸的仇恨 作为人们处理自己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的时候 这样的一个社会是多么可怕 这样的一个社会就是霍布斯所说的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是狼和狼之间的关系 香港中国问题分析员李重光表示 一个没有信息、言论和思想自由的国度 民众很难建立全面、健康的人格与价值观 如果大多数年轻人在视野和价值观上片面 而且吃狼奶长大 那么这个社会未来的前景就确实堪忧了 新唐人记者李元翰、李璐综合报道